今次和大家討論的就是買Leica M10系列 如果是買二手的 要留意些什麼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anki 今次和大家討論 就是M10系列 因為現在的Leica M10系列 始終過了一段時間 價錢回落了很多 看到價錢是想入手的 當他買二手的時候 要留意些什麼呢 首先要說一下M10系列 他們有什麼差異 M10是2400萬像 去到M10P同樣是2400萬像 不過不同的地方 就是多了一個Touch Screen 沒有了Logo 快門的聲音是小了很多 大家剛剛聽到 其實這個M10P 快門聲音是很小的 接著再到M10R 增加了像素 去到4000萬像 其他東西依然保留 例如Touch Screen 快門聲音是小小的 但又出現了 有一個紅色的Logo在中間 至於你是怎樣選擇哪一個款式呢 就視乎你的預算 想低調一點 又或者是第一部的Leica 其實是希望有一個Leica Logo 一般日系的相機 可能它可以檢查到Shot Account 但Leica 除了M8 M9 或者是M9的Monocone之外 其他的都檢查不到 所以 是靠外觀來看的 最容易看的位置 就是這個耳朵邊這裡 這個磨損程度 就是因為你揹著帶 最容易磨損的了 還有機頂 就是這個滑滑位置這裡 這裡因為它是凸出來的 所以這個位置 很容易用得多的話 有一點點白邊的情況 或者有看到磨損 除了外觀之外 就留意一些容易有問題的地方 譬如說一個ISO Diode 我們拉出來的時候 兩邊夾著它向上拉 這樣就減低了它的損耗 扭的時候就會轉到ISO 好了 你是可以穿著Live View 這樣去看 這樣去轉 就會看到它是不斷地在改變 有時可能卡死了 某一個ISO是不會動的 尤其是早期的機器 有這樣的情況 不過後來就已經全部改良了 沒有這個情況 但是也不排除 會有個別的機器 還有這個問題 當然就是每一個按鈕都可以試一下它 譬如說這個快門的速度 還有每一個後面的按鈕 你都按一下它 看看有沒有反應的 而前面這個 就是用來Live View的時候 放大用的 因應你撥回撥栗 就可以放大縮小的 還有一點就是SD卡槽 有些機器是試過 SD卡是不會彈出來的 所以你去買機的時候 就要試一下這個位置 還有Leica是最出名的 是Range Finder 所以要用一支鏡 去試一下磨限遠的位置 是否可以合到焦 最理想的測試就是遠中近 都試一下 這樣就萬無一失了 還有留意就是這個HotSuit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就比較複雜 其實裡面有很多的電子摺點 就可以用Visufax 1 這個就是Visufax 1 用Visufax 2的時候 同樣是可以的 不過記得就是要升級到最新的Famware 才可以用到的 好像這裡 你放一隻眼 它就會自動升上上面的Screen 就可以跳來跳去 這樣去用 但我試過有些機器 它是不效的 上面的接觸點 或者是線路板 是有問題的 所以你記得試機的時候 要試這件事 還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 Leica的Range Finder 是靠鏡頭的旋轉 去推動這顆的Bearling 是達到合照的功能 這顆Bearling在M10系列裡面 甚至去到M11都會有一個情況 有時候是按下去 不會回答出來的 在Local 其實是可以做的 浪費一千幾百 留意Fameline的Preview 這個按鈕是否懂得動的 當你推它的時候 是否正確顯示一個線框 特別有些機器 它的外觀是比較差的時候 你真的要檢查清楚一點點 就算對我說的東西 並不包括所有的東西 有時候就算檢查了也好 也有些暗病是未必會知道的 曾經我試過一些古靈精怪的情況 好像是零零四四的天 是變成粉紅色的 白絲不得其解 但是要令到NICA 大約半年左右才能修改 還有就是出現了一些格子線 拍出來的照片是變成格子線 也不知是甚麼 所以買數碼機的時候 記得留意清楚 千萬不要貪便宜 買了一些便宜的機 到頭來人家拍拔屁股走去 之後就慘了 你有沒有試過在二手市場買了一些縱伏的數碼相機 歡迎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有用 希望你給我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Bye Bye